恩典36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在参孙的身上 我们觉得这个人好特别 他从妈妈受孕开始 神就已经宣告了 这个人是被拣选的 而且是一生的拣选 神在乎的不是他承担职任的那一段时间 神在乎的是这个承担职任的人 以至于圣经上非常清楚地说 他说他从一从出母胎 他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一直到他死 圣经上是这样说呢 一直到他死 在这个过程里面 整个人生的过程当中 他要成为一个分别为圣人 我还是说 神在乎的不是我手中做什么事 我现在我正在正在做什么 不是 神在乎的是我这个人 他要的是一个干净的器皿 不是只有被用的那个时候干净 而是他就是一个干净的器皿 而在参孙的身上 他领受 领受这样一个很特别的呼召 做母亲的人才刚刚受孕 然后呢 就听到天使这样的宣告 我想这对夫妻一定很紧张 说真的假的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个人真的是天使吗 那个做丈夫说你 到底看清楚没有 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这个做爸爸的人 他虽然没有 他不是第一手领受天使的宣告 然后他有一个祷告 我觉得真好 他跟神说 他说神啊 求你再猜 你的那个仆人 就是天使 来到我们这里来 好指教我们怎样 带这个将要生的孩子 他跟神说 如果这真的是出于你 可不可以我求你 你让那个天使再来一次好不好 再来一次做什么 教我们 怎么养育这个孩子 这个做父亲的心真好 这是一个对的态度 我不只是要弄清楚 真的啊 这次真的是你说的 我的孩子将来真的可以 可以承担这么大的托付 我要完成神 这么特别的一个任务 哇我好高兴 兴奋 我要弄清楚是不是这样 他是说 如果我的孩子将来要承担神 这么大的一个托付 主我求你教我 那我要怎么教他 我怎么样养育他 我怎么样教养他 让这个孩子成为一个 合用的百姓 神手中合用的器皿 这个父亲说 求你教我 我需要学 我需要懂得应该怎么做 我求神把这样的一个心 放在每一个父母的心中 不论你的孩子 可能好像小三孙这个时候一样 还在妈妈的肚子里 或者是你根本都还没有结婚 或者是你根本都还没有孩子 或者是你像我一样 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 我求神帮助我们做父母的都有一个心 上帝求你教导我 让我知道怎么样带领我的孩子 让我的孩子一生能够完成 你对他的指望 今天早上起来 我跟其美 我的妻子 我们一起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说 主啊 为我的两个孩子祷告 为乃迪祷告 为乃妮祷告 我们祷告什么呢 当然我很在乎他的健康 我们很在乎他们现在在不同的地方学习 我们很在乎他将来的婚姻 他娶什么人 嫁什么人 但是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 我们跟神说 我最在乎的是 我的孩子一生 能不能够完成神对他的命定 以至于他的一生是有价值的 祝福你 帮助我们 求神给我们有智慧 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和神心意的爸爸妈妈 带出和神心意的工人 优优独播剧场